各位早上好 今天我是在我的小客栈 跟大家做这个视频 今天讲 委内瑞拉是怎么样 在民主框架下 走向独裁的 又是怎样从资本主义社会 走向社会主义的 是怎么样从世界上一个 最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变成最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委内瑞拉的人民 是怎么样抱着他们的金饭碗 去讨饭 去要饭的 这样一个很短的过程 在这个十几年 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 而真正的变化 其实就是三年 三年这个国家就不行了 因为这个有太多的现实意义 大家可以把这个委内瑞拉的 这个过程和我们中国 今天走的这个过程 我们相对的比较一下 我就不做太多的 具体的去评价 大家自己去动脑筋 就是把这个现在 就是说委内瑞拉 是怎么样走到今天 再看看我们中国 今天是什么一个状态 好我们开始讲 还是从这个 委内瑞拉这个国家 是什么一个国家开始 这个国家呢 自有三千万人口 三千多万吧 跟加拿大好像差不多吧 这个石油取乱 是全世界第一 注意啊 在当今这个石油 统治世界的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间 委内瑞拉是上帝的宠儿 他们拥有全世界 第一的石油取长量 这个就不得了了 这个金方丸啊 这个天然气 是占全世界的第八 而且它有这个煤炭 它有大量的煤矿 以及其他的稀有金属 各种矿非常丰富 而且各种水利资源 也非常好 就是说 委内瑞拉真的是上帝的宠儿 他们要有什么 有什么 又要有尽有 所以在过去啊 在这个 1999年之前 这个国家 是曾经是拉丁美洲 整个这个拉美 这些国家 最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不是之一啊 就是最最富有的国家 它的富有程度 可以跟任何西方列强相比 它就那么有钱 我上个节目已经讲了 它的人命开车 这个汽油是不要钱的 那么它的GDP啊 我们喜欢讲GDP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GDP啊 GDP 有一个方言说是GDP GDP啊 是全拉美第一 这么一个好的国家 所以这个委内瑞拉出名女啊 这个大家是一个 天堂式的 那种向往的地方啊 那么委内瑞拉 怎么样在短短 只有十几年的 这个过程中间啊 从资本主义道路 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 又是怎么样 在这个民族框架下 变成了一个独裁的国家 造成了 有四百万人的经济难民啊 叫桃荒 就是说是就像那个 我记得是六零年吧 就这个饿肚子的时候 叫做河南叫花子啊 我们在湖南 就河南人就是 成群成群的跑步到湖南来 因为湖南也是饿 也是死人 但是那比河南还是好一点 这河南大量的人就过来 我们叫做河南叫花子 现在就是啊 委内瑞拉叫花子 大家觉得很奇怪 哇那么富有一个国家 大家都想往这些 要架过去的 要怎么样的一个国家 突然就出了那么的叫花子 跑完跑 而这种突变啊 就是委内瑞拉的这种突变 它不是渐变啊 突变其实在三年之内 就已经完成了 事情让我们回到1999年啊 有一位叫查韦斯啊 就是Chavis Chavis Frears 这样一个人当选为这个 因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 他喜欢讲粗话 讲那个粗皮话 然后就赢得了大家的好感 选了当了总统 他上总统以后呢 他干了些什么事情啊 我们以来这个讲一讲啊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限制法院的权力 这里呢 我还停一下来讲一讲 这个民主制度是怎么回事情 很多我国的人民啊 因为没有经过民主 一讲到民主 就以为是选自己的总统 我有选票 这就是民主 不错 那是民主 但是那只是民主的一个小的部分 民主是一种制度 一种社会制度 这种社会制度的根本的要点 在于权衡权力 就是均衡权力啊 制衡权力 就是不让任何一方有绝对的权威 因为民主制度决定有大总统 这是一个对吧 有独立的法院 叫大法官啊 然后呢 有国会 他是三权 分立啊 各自有自己的权力 所以大总统你说什么啊 那么法院他不批 或者是这个议会啊 国会通不过 你就没有用 同样的国会提议什么东西 你也必须通过法院 这个裁决 所以他是把这个权力是分开了 但是 第一条 这个查韦是做的事 就是限制法院的权力 第二件事情做的就是 整顿军队啊 这一点也是 事成相识啊 整顿军队 就是对军队的人要求 要对他 对他的政党要忠诚 要忠诚我的啊 你就能够升官 这样就把这个国家的军队啊 本来军队属于国家的 对吧 就变成了党卫军 这有跟某一个国家有点相似啊 就是军队就变成了党卫军 也就是这一次的 为什么这个委内瑞纳的政变 军方还是支持 那个老总统 还是这个马杜罗总统 其中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这个军队是忠诚党的 忠诚领袖的 而不是忠诚人民的 而不是忠诚这个民主制度 这是他改变的 而且他最就得利的一手 就是封杀舆论 他就是把所有的自媒体 所有的独立媒体 全部封杀 不准有言论自由 不准有独立的这个媒体 然后呢 要统一思想 要统一宣传 把这个国家的媒体 你反正是自媒体 独立的媒体 跟这个党 不是同道的这样的媒体 全部就是 把你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封杀掉 所以在民主制度中间 媒体是监督政府的最好的 也是最有利益的一股力量 比如说美国的独立 这个这个媒体是独立的 对不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有一个CNN的记者 居然在白宫 居然当着大家的面 可以跟川普吵起来 可以跟你顶嘴 为什么 他不怕你 我的媒体是独立的 你管不了我 对不对 而且这个官司打CNN 告这个白宫 白宫还输了这份官司 白宫还要把那个记者证 还要还给这个记者 这个记者当然他也做了检讨 就说以后 我会注意我的态度 就是说我不应该跨越 我作为记者的这个身份 而作为一个政治评论家 那样去challenge 去这个 怎么说challenge 这个挑战总统 他也做了检讨 双方们都各让一步 一个社会 一个民族社会 没有了大法官的 这个裁决权利 没有自由媒体的 批评的这个权利 这个国家基本上就 你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军队 如果变成是党卫军的话 那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民族国家 还是一个独裁国家 对不对 那么第二 这个我们 这个八十年代初 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我们中国是搞改革开放 改革是开放 这个人搞的是改革 所国 改国 弊国 他是反的 他把这个自由经济 向这个计划经济 过动 搞社会主义 他就是 把这个石油啊 把这些东西 全部变成国有化 搞公司合营 所有的私企 里都国有化 然后就都变成国家的财产 然后就是变成了 这个国家的 叫做统一的 这个配给制 福利制度 有点像 像朝鲜一样的 就是说 你 这个为国家做贡献 这个收入 国家要重新分配 怎么分配你呢 分配你房子 分配你汽车 我不知道老婆 会不会分配 反正就是 你私有东西 在国家分配给你 他呢 实行了一个 某一项计划是 他的这个 经济改革的 这个计划 很大部分受到了 这个古巴的 卡斯特罗的影响 所以呢 他在短期内 进行了大量的 这个基建工程 包括建房屋 建道路 还有就是 大规模的 疫苗 这个疫苗 我又不知道 怎么扯到这里面来了 好像也是 跟我们听起来 很熟悉啊 疫苗 疫苗接种 这样子 这样的结果呢 产生的是什么呢 就是产生了 大量的贪腐 出现了 大量的贪官 以前的话 是私有志 私有志 这个东西是我的 你这个国家只能 收税 所以你拿不到我的东西 一到变成国有化 所谓国有化 这个国家是谁的 当然是这些 单官的 这些单官的 要把这些国有的财产 又想办法 把它变成私有的财产 又转到哪里去 转到帝国主义国家 转到美国去 所以就变成了 这个大量的贪腐 一直到这个 2001年 搞不下去了 他是1999年上台吧 99年 2001年 21年 搞了三年 搞不下去了 这个贪腐 这个计划就是好放弃 整个委内瑞拉的这个经济 就直接就往下滑 那么呢 这个 从这个政治上呢 他就是 扛起了反美的大旗 就是反对美国 然后就跟这个第三世界结盟 跟这些社会主义国家 当然跟中国 也是变得很好的 变成什么 亲如兄弟吧 怎么说的 反正就是变成中国 在拉丁美洲的 一带一路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伙伴 当然这个是 也钱买来的了 有些人说是 250个亿 有些人说 400个亿 600个亿 不知道多少个亿 这个真正是多少个亿呢 就直接我党才知道 党的内部的统治们才知道 我们出去外面都能 猜猜 反正这个数目不小 200多个亿的话 中国 西方小学人 该多少 不知道啊 能盖多少老人院 能教育 能解决多少 这个 就业问题 能够解决多少的 就学问题 医疗问题 我不知道啊 你们去算 反正就是几百个亿吧 就拿出去了 再来就是说 彻底就 他就是跟这个 西方内墙就决裂了 就是说 厉害了 我的国 我要独立 我要跟这个 全世界无产阶级 站在一起 这个查维斯这个人呢 他其实并不老 他跟我还是同年人 同一年出生的啊 但是他这个 可能是过于劳累了 这个为人民服务嘛 就身体就不行了 到2013年啊 这个 哇 2013年 好年轻哦 可能60岁都不到啊 2013年 然后他就指定了 这个马杜罗为他的总统 当时马杜罗是副总统 他就指定他 他的接班人 他的学生啊 这个马杜罗上台以后啊 他就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 这个查维斯主义 他就在这个 变本加厉活上加油啊 他上台以后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修改宪法 这个我们也是很熟悉的 修改宪法啊 该什么法 首先是改这个 总统的这个 任期 以前好像是四年还是五年 他不知道变成六年啊 然后又改这个总统 一般都是连任一次就可以了 就是说做两期 像美国总统一样 对吧 你做一起连任一起 八年 你就得走路 就变成老百姓 他就可以变成是 永远的继续下去 他可以永远竞选 永远当总统 这也有点像我们 中国的某一个领导啊 就变成了终身的 什么什么 这个怎么都那么熟悉啊 那么在马杜鲁手里啊 短短的几年啊 他的这个石油的这个产量是直接下滑 价钱也向往下跌 到2017年变成25年来 最新新低 新低 他的出油量 经济就不行了 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 你搞独产 你经济崩溃了 这个劳动人民就就就就不高兴 要不乐意了 可能要超反了啊 所以呢 他就 学习中国维稳 他也要维稳了嘛 对不对 那么就是 首先是人民的自由 言论自由 人生自由 跟财产 都没有保障 就是说没收 就可以没收你的 说拿这个拿掉你的啊 然后他就引进了中国的维稳的先进技术 那就是他们请的是中心啊 搞了整个监控系统 然后呢 搞了这个叫电子IP啊 有电子IP 同时呢 就是要公正卡 就是你这个人啊 走到哪里啊 我都知道 你干什么 我都知道 你随便你走到哪里 我都可以追追踪你啊 这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 像微信吧 我们中国的微信啊 你说你走到哪里 他有GPS 中国不叫GPS吧 反正是叫什么 他有那个定位啊 比如说送外卖 比如说这个打这个 滴滴搭车 哎 好方便啊 我叫一个 那个他就知道你在哪里 既然他知道 领导也知道了 是吧 你到哪里 是吧 小的说 你昨天跟你的女朋友出去了 你老婆一查 好容易的 对吧 你昨天在哪里 在哪里 清清楚楚 他这个一调 调出来 你都没法跑 但是你要是昨天去集会 干嘛去了 跟朋友喝茶去了 在喝茶的地方 谈了什么东西 那都知道嘛 这整个这套监控系统啊 我们中国是世界线性 就输出到了这个 就输出到了这个 维瑞兰娜 当然了 这个 从这个监控的末底 最后就是要抓反革命嘛 对吧 这个大量的这个 抓反革命啊 你只要是这个不不同意政府的 这个反对政府的 或者是讲政府坏话的 我都给你抓起来 这跟有些国家非常非常相似啊 马杜罗呢 因为他是一个工人阶级出身 所以呢 他对这个经济啊 对治国啊 可能是没有太多的经验啊 那我相信马杜罗也是热爱他的祖国 热爱他的人民啊 我相信他是有一方热情 但是这个管理这个国家是个技术国 他与这个开公共汽车还真的不一样 对不对 你开公共汽车 对吧 你技术好 没问题 你这个国家 一个国家给你开 那就不是那么容易开了 那他就是想办法 没关系 印钞票啊 拼命印钞票 拼命印钞票 那么这个贬值的这个程度啊 我上个节目里已经讲了啊 开始是贬的是 百分之一万 百分之两万 或者百分之一百万 我我讲了一个 百分之两百万 结果昨天有一个朋友爆料 说是百分之六百五十万 你就没法跟上他那个 那个速度 你都不知道他现在贬的什么样子 就是说那个钱已经没用了 你像津巴布韦的话 到最后就是用 直接用人民币了 津巴布韦的故事 我今天跟大家好好讲一讲啊 讲了这个津巴布韦的故事啊 跟这个委内瑞拉 真是那么那么的相像啊 最后津巴布韦 那个整个经济倒了以后 人们变成这个狡猾子 要饭的时候 也是中国去挺他们 最后他们就干脆就是 使用人民币 作为他们的这个这个国家货币 自己国家货币就不用了 当然 经济波布韦 人民币只是其中一种 他们也用美元呢 也用英镑 也用这个其他的货币啊 也用日元 人民币也是他们的这个合法货币 我觉得 韦里瑞拉差不多 也很快要用人民币了吧 这个人民币 他在用人民币 这个人民币也会倒霉了 还朝鲜也会用人民币 他们也会印嘛 他的印刷技术跟我们差不多 可能比我们还好 所以呢 这个这个这个 你想想看 你以前买个鸡蛋一块钱 现在买个鸡蛋六百五十万 那是什么概念 六百五十万一个豪宅 对吧 然后就换一个鸡蛋 他就是变成把人民的财产 全部抢掉了嘛 那人口没法活了 那么他这个 他这个这个制度的腐败 我刚才讲到了这个腐败 就是那个在这个查韦斯搞的那个三年 就由他那个计划 由于他那个 他那个计划 不叫一带一路 叫什么什么计划 那个计划就三年就实行不下去了 这原则是他的腐败 腐败 那么那么现在腐败到什么程度呢 跟你们随便讲一讲吧 这个韦里瑞拉的领导人 包括军方的很多的人 我不知道是多少啊 都在海外有银行户头 都有存款啊 我们讲两个这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啊 一个是查韦斯的母亲 一个老太太啊 查韦斯的母亲呢 老太太 他居然在美国居住 他不住在自己的国家 跟自己的人民在一起 他住在帝国主义的国家 住在他儿子反对的那个国家 他有自己的游艇 有自己的庄园啊 这一次这个川普总统 就不客气了 就说老人家 你既然这个 你还是回去吧 我们美国不适合你 那对吧 你儿子那么不喜欢美国 那麻烦你还是回去 一查 他战上还有3.7个亿美金啊 一个老太太啊 3.7亿美金哪里来的 川普总统就 那对不起 那这个美金 我们就暂时为你保管啊 你先把这个 就是冻结了啦 就是以后你说出这个来源啊 你说是你自己挣的 我们还是还给你 你不是自己挣的话 那我可能就要还给这个 韦纳瑞拉的人民啊 对不对 但就以后话就不知道 反正就动了一个 那么现任的马杜罗的太太呢 也不示弱啊 也查出了他有 3.7个亿美金的存款 这个也被川普总统说 对不起 你也咋是 别花了这个钱啊 先留在我们这里啊 我们再慢慢看情况 同时美国冻结的 还有另外是三位 韦内瑞拉的高官 他们的财产冻结了 这就给我们敲一个警钟啊 对吧 我们的领导同志们啊 你们有多少的财产在美国 你们的这个子女们 干女们 老婆们 秘书们 以及这个财产们啊 有多少是在美国 怕不怕被冻击 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大家要考虑了啊 韦纳瑞拉 他这个经济实在是太平了 因为他是一个石油国家啊 你石油产量不高 你石油价格下降 他们自己国家 又没有其他的经济 在查威斯的时代 他们就提出来 我们产油就可以了 我们睡在油上吃就可以了 其他东西什么都不要造 都进口气 他们没有自己的工业 所以他们不产粮食 也不产 什么都不产 什么都没有 那么这个石油亦卖不出去 这个石油亦降价 好 这个国家就没东西吃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生活用品食品 什么都没有了 那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办法 贩毒 贩毒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吴泽为什么 都喜欢放毒啊 就变成了一个走私毒品的大国 委内瑞拉啊 变成一个这样的国家 这又让我想起这个 我党的一段历史啊 如果大家要还原历史 真正对历史很认真的话 我希望大家回过头去研究一下 我们党在这个南丽湾大生产的时候 我们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作物啊 当时就是说 毛泽旭说 什么东西最赚钱呢 赚钱块啊 反正是哪位领导 能跟毛泽旭说 就这个经济作物 这个赚钱块 好 我们在南丽湾大生产 哇 就种一种 非常这个可以卖高架的 叫做经济作物啊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么还有呢 最近这个美国爆料的啊 就是中国 变成美国的某一个 具毒品的最大的供应商啊 这个毒品叫做什么 叫做芬太尼 芬太尼 大家去研究一下啊 比那个海洛银行要多少倍啊 贩毒啊 当然这一切 这个 这一切当然都不是社会主义不好啊 也不是我党不好 是这个帝国主义 亡我心不死 所以呢 现在这个马杜卢啊 这个政府啊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上美国啊 就是因为你美国打压我们 这个委内瑞拉人民啊 这个你对我们进行这个经济战争啊 所以呢 恶杀了我们的经济 恶杀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人民的生活啊 美国才是罪魁祸首啊 应该打倒的是美国啊 没有美国 这个你不制裁我的话 那我本来也是过得挺好的 对吧 所以说 我们要团结起来 反对美国 要跟其他的反对美国的国家 团结起来 共同对敌 只要把这个美帝国主义啊 消灭在 这个人类 社会啊 把他们丢入历史的垃圾堆 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才能够欣欣向荣啊 好像这个 委内瑞拉走了这个整个这条道路啊 就是比我们中国早了几年 早了个这个这个这个五年十年啊 好像我们在走同样的道路啊 人们说哎呀 委内瑞拉的经济 三年啊 就啪倒下来了 怎么那么快啊 不要说到快 三年算慢的 中国的经济啊 2017年怎么样 牛逼吧 牛逼吧 2018年开始 美国跟中国打这个贸易战 现在经济怎么样 2019年啊 能不能过这个款 我们不知道 如果2019年的房地产 崩盘 泡沫崩盘的话 委内瑞拉是三年 中国这要两年 2018 2019 就可能倒 倒起来很快的 这个 呃 委内瑞拉的政变啊 现在还在轰轰烈烈啊 现在谁淫水出我们不知道 就像我上个视频讲过了啊 关键是军队支持谁 现在目前是军队是支持 马杜罗 而且从法律上说 马杜罗 他是一个合法政府 对吧 这是一个合法政权 但是美国拼命在支持 新的这个政权 呃 这个政权探论的嘛 80后小伙子 对吧 而且这个美国 这个国家 确实这些年 在世界上也不得人心 对吧 大家也不喜欢他 也不人气 是吧 有多少人真正去支持美国 我们也不知道 对吧 还有就是美国 究竟愿意为这个 呃 委内瑞拉 人民的生活啊 以及他的民主 做出多少牺牲 我们也不知道 他究竟派不派兵去 所以 现在这个 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政变 呃 成不成功 还是个位置数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有一点是可以肯 肯定 那就是 1999年开始 查维斯上台以后 以及马杜罗 接他的班 这一段 委内瑞拉这个国家 是在走回头路 是在走道路 是在往这个 最最贫穷 最最危险 最最黑暗的这个 呃 这个方向前进 啊 所以即使马杜罗啊 能够稳住他的政权的话 以后 委内瑞拉的日子 也不会好过 而且呢 这个抗争会 不断的出现 啊 这个我希望 我党能够 看到这个 这是前车之剑 啊 我们要想什么样的办法 不要重蹈负责 啊 就是用英文叫做 never step the same water twice never step the same water twice 就是你同样那个坑啊 同样那个水啊 你不要去踩两遍 啊 你把它做一个前车之剑啊 啊 要学习它 因为中国的政变呢 我想呢 呃 不会是来自民间 不会是说 突然这个老百姓 活不下去了 啊 其他来自共产党就烦了 我想最大的可能还是 党内的这个斗争 啊 因为呃 如果不动场翻盘 啊 如果不动场 这个 嗯 叫做崩盘 如果不动场崩盘 啊 那么老百姓活不下去 要上街游行的话 那么 反对习近平主席的势力 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啊 搞政变 那中国的政变 我估计是会比较的平稳 而且比较快 也就是说 第二天宣布啊 这个习近平主席 由于身体的原因啊 暂时不能够呃 主持中央的工作 或者习近平主席 由于某种的原因啊 暂时不能够工作啊 这个党中央的工作 由谁谁谁代理啊 这个当然也要有这个军方的这个支持 对不对 所以我估计这种转变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一些 呃 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 这个把领导全部架空 这个互相长沙 这种事情我觉得 还是不会太可能出现啊 我还是期盼着这个呃 中国共产党 我党的党内的一些开明人士 一些智商高的人 而且你们有这个太多的财产 太多的利益在美国的这些人 那个起作用啊 呃 能够把中国那个平稳的过渡到 回到啊 这个呃 呃 江泽民时代 回到邓小平时代 最后 最好是能够回到赵紫阳跟胡耀邦的时代 啊 如果说再进行一次像赵紫阳 胡耀邦式的政治改革 啊 是中国平稳的过渡到 啊 从社会主义道路 走资本主义道路 从这个计划经济 走向自由经济 从这个专政啊 啊 走向不断的走向民主 呃 建立某种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 也就是说啊 三权分立或者五权分立的这样的制度 呃 各个省各个地区呃 相对的独立啊 这样把中国平稳的进入到这个呃 全世界的普世价值观 中国人民的素质 从根本上得到改良 然后呢 呃 中国人呃 能够再一次回到西方列强的这个俱乐部里面去 行列里面去 成为他的一员 这才是中国呃 这个光明的道路 否则的话 呃 韦内瑞拉一定是中国的明天 好 今天的视频跟大家讲了 韦内瑞拉这个国家 是怎么样从一个民主框架走向独裁 怎么样从一个呃 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怎么样从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国家 变成世界上最穷的一个国家 这样一个过程 跟大家解释一下 希望对大家 有益啊 讲到这里 呃 今天 这个灯光各个方面啊 都是呃 受了我这位朋友的 这个电视台的这位朋友的啊 前电视台的这位朋友的帮助啊 相信他的这个呃 视频的效果会好一些 加上音频 我也做了这个改良啊 人总是往上面走嘛 东西要越做越好才行啊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谢谢大家再见 最后一个广告啊 欢迎大家到我们这个小客栈来做客啊 欢迎你们到这里来住 呃 我会根据呃 同胞啊 这个相应的给大家一些折扣吧 呃 比如说这个这个呃 呃 我们这位客人啊 其实这两天的房价 在这个 纳斯维加斯 因为纳斯维加斯连续有几个大的会议 呃 其中有一个是 叫做成人呃 什么什么什么掌啊 就是那个 做这些黄片的这些人 他们每一年都有一个结 这黄片的这些 AV这些 这些 呃 Pongstar 就是这个呃 中国叫什么 叫什么 叫什么 就是 就是黄色隐星 他们这次有一个有一个会议啊 这个房价是搞得不得了 你像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这个房间的话 呃 按照正常的价格是100美金以上啊 100美金到116美金 这样我们给他的价格是45美金啊 是比一半还要低啊 呃 所以说当然以后 弄好了以后不会有这么便宜 呃 总之我们会呃 根据同胞价格 我们会会会会会有一个呃 有情价格啊 好 谢谢大家呃 直接跟我email联系就行了啊 呃 跟本次老师说没用 他不会写中文啊 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呃 来我这个小客栈做客的这位朋友呢 呃 臭小以前是在电视台工作的啊 他就跟我讲到九哥啊 他说你这个话筒的这个架子 好像不是太专业啊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三脚架啊 呃 说心里话 我什么专业的设备都有 都在日本啊 呃 不用嘛 就是浪费掉了 所以呢 只能是一点一点慢慢的把它拿过来 但是这个话筒呢 就是我经过再三的测试以后 我觉得还是这个话筒啊 声音是最好的 比我自己做的那个话筒声音还要好 还要这个声音还要圆一些 还要这个是纯一些 所以我希望啊 我这个音频又上一层楼啊 大家如果要耳机的话 仔细去比较一下啊 这个这个话筒的声音真的是不错 呃 这个设备的事情先不重要啊 今天讲什么